耳时、千世界微臣等菩萨摩荷萨总地涌出者,皆于佛前,一心合掌,瞻仰尊严,而白佛言,世尊。 我等于佛灭后,世尊分身所在国土灭度之处,当广说此经,所以者和。 我等亦自欲得是真净大法,受持、读诵、解说、书写,而供养之。 耳时,世尊于文书施力等,无量百千万亿救助娑婆世界菩萨摩荷萨, 吉诸比丘、比丘尼、幽婆瑟、幽婆怡、天、龙、夜叉、甘塔婆、阿修罗、加楼罗、锦纳罗、魔侯罗嘎、人非人等。 一切种钱,献大神力,出广长蛇、上至范世。 一切毛孔,放于无量无数色光,皆兮便照十方世界。 种宝树下,师子坐上诸佛,亦附如是,出广长蛇,放无量光。 释迦牟尼佛,即宝树下诸佛,献神力时,满百千岁,然后还摄蛇像。 一时请开,聚共弹指,十二音声,编制十方诸佛世界,地阶六种振动。 其中众生,天、龙、夜叉、甘塔婆、阿修罗、加楼罗、锦纳罗、魔侯罗嘎、人非人等, 以佛神力固,接见此娑婆世界。 无量无边百千万亿众宝树下狮子坐上诸佛。 即见释迦牟尼佛,供多宝如来,在宝塔中做狮子坐。 又见无量无边百千万亿菩萨摩赫萨,即诸四种,恭敬围绕释迦牟尼佛。 即见释仪,皆大欢喜,得未曾有。 即时,诸天于虚空中,高声畅言。 过此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阿僧其世界,有国民娑婆,始终有佛,名是迦牟尼。 今为诸菩萨摩赫萨说大成经,明妙法莲华,教菩萨法,佛所护念。 如等当身心随喜,亦当礼拜供养是迦牟尼佛。 比诸众生,闻须空中生矣,和长相娑婆世界,作如誓言。 那摩是迦牟尼佛?那摩是迦牟尼佛? 以种种华、香、英诺、藩盖,及诸颜申之举,珍宝妙物,皆共遥散娑婆世界。 所散诸物,从十方来,譬如云集,变成宝障,便赴此间诸佛之上。 于时,十方世界通达无碍,如亦佛土。 尔时,佛告上行等菩萨大众。 诸佛神力,如是无量无边,不可思议。 若我已是神力,于无量无边百千万亚僧其节,为主累顾。 说此经功德,由不能尽。 以要言之,如来一切所有之法,如来一切自在神力,如来一切密要之葬。 如来一切甚深之事,皆于此经宣誓显说。 是故如等于如来灭后,应一心受持,读诵,解说,书写,如说修行。 所在国土,若有受持,读诵,解说,书写,如说修行。 若经阵所住之处,若于园中,若于灵中,若于树下,若于僧房。 若白一设,若在殿堂,若山谷旷野,是中阶英七塔供养。 所以者何? 当之是处,即是道场。 诸佛于此,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。 诸佛于此,转于法轮。 诸佛于此,而搬涅槃。 而识,是尊欲重宣此意,而说济言。 诸佛就是者,助于大神通,为悦众生故,献无量神力。 舌相至梵天,身放无数光,为求佛道者,献此稀有事。 诸佛请开生。 即谈旨之声,周文十方国,地界六种动,以佛灭度后,能持世经故,诸佛兼欢喜,献无量神力,逐累是经故,赞美受持者。 于无量劫中,由故不能尽,使人之功德,无边无有穷。 如十方虚空,不可得边际,能持世经者,则为已见我,亦见多宝佛。 己诸分身者,又见我今日,教化诸菩萨,能持世经者,令我即分身。 灭度多宝佛,一切皆欢喜,十方现在佛,并过去未来,亦见亦恭养,亦令得欢喜。 诸佛做道场,所得密要法,能持世经者。 不朽亦当得,能持世经者,于诸法之意,明字及言辞,乐说无穷尽。 如风于空中,一切无障碍,于如来灭后,知佛所说经。 因缘及次第,随意如是说,如日月光明,能除诸幽明,思人行世间,能灭众生案,教无量菩萨。 毕竟注意成,是固有智者。 文子功德力,于我灭度后,应受持世经,使人与佛道,决定无有疑。 如来是佛十号之一,如,就是静,来,就是动,如,也就是寂寞,来,也就是能仁能仁,神能做佛的人此事情。 寂寞,是能成佛的自在神力。 怎么叫神呢? 神以自然为义,就很自然的,不假造作。 神,是属于内,力,是利用,是属于外。 因为内有神,所以外才有力。 如果没有神,也就没有这个利用了。 如来的神力,也就是佛的一种不可思议的神通妙用,不可思议的一种境界。 讲了这么多,这个神力,还有的人不明白,现在略略讲一讲。 好像前边所说的十方分身的释迦牟尼佛,这是怎么样分的呢? 就是以这个神力来分的。 多宝如来道法会给证明法化经,这也是如来的神力。 还有从地涌出那一些个菩萨,这也都是如来的神力。 法师功德品那六根互用,这都是如来的神力。 所以如来的神力,是无量无边的。 若往多了说,所有一切的一切,都是如来神力所成就的。 释迦牟尼佛说完了前边尝不清菩萨品之后,在这个时候,有一千多的世界,把他磨为微尘,有那么多的树木的菩萨,大菩萨。 就是释迦牟尼佛在过去生中所教化,现在在法华会上,从地涌出的这一些个菩萨。 他们都在释迦牟尼佛的面前,专以其心,和其掌来,表示身恭敬,这么来瞻仰佛的相好,而对佛这样的说。 世尊,我们这么多的菩萨,都等待将来世尊入涅槃之后,世尊分身佛所在的国土,佛又献出无量无边那么多分身的佛,教化其他国土的众生。 无论在哪一个国土,哪一个世界,世尊所实现的分身佛,在所现的那个国土的里边,实现灭度,入涅槃那个地方。 我们应当广为宣说这一部妙法莲花经,什么道理我们愿意广宣这部妙法莲花经呢? 因为我们这些菩萨,每一位也都想要得到这种真净大法。 净是全法,但它可是净了,所以真净大法,就是极权极实,极实极权,也就是全十不二的大法。 我们也愿意受持这部妙法莲花经,我们也欢喜读这一部妙法莲花经,我们也欢喜背诵这一部妙法莲花经,在我们有空闲的时间, 我们也愿意为其他人来解说这一部妙法莲花经,愿意供养这一部妙法莲花经。 在这个时候,释迦牟尼佛又对文书菩萨这一些菩萨,以前在这个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的弟子,这一些无量的菩萨,大菩萨, 以及在法会一切的比丘,比丘尼,幽婆瑟,尽是男,幽婆依,尽是女,还有天上的天人,天上的龙,夜叉,这种急速鬼。 在玉帝那儿奏音乐的月神甘踏坡,无端正的阿修罗,这大鹏金血鸟家喽啰,头上长一个鸡脚的疑神锦纳罗,也是在玉帝那儿奏音乐的神。 还有那个魔侯罗嘎,就是那大蟒蛇,还有人和飞人等。 在一切众生的前边,献出很大的大威神力,大神通力,出广长蛇像,可以伸到大梵天上去。 蛇腹三丈的佛,蛇可以伸到头前发际处,有那么长的蛇头。 有大福德的人,蛇头可以伸到鼻子这儿,圆满抱身佛的蛇,可以伸到梵天处。 在佛的身上,每一根毫毛孔之中,放出来没有数量那么多的色光,所谓五光石色。 在各种光明里头,又现出种种的颜色,种种的境界。 这种种的色光,都变照到十方所有的世界去。 在一切的宝树下,所有狮子座上坐着十方世界所来的分身诸佛。 释迦牟尼佛放光照狮子座上诸佛,十方的分身诸佛,也是像释迦牟尼佛这样子,出广长蛇像,身上毛孔也放无量无边无数那么多的色光。 来互相变照。 释迦牟尼佛和这一切宝树下所做的分身诸佛, 献这种神力的时候,有多长的时间呢? 满百千岁那么长的时间,然后又把这个蛇像收回来了。 沁壳,就是咳嗽的一种声音,弹指,也是一种声音。 那么同意的时候,都有这么小小的一声咳,这就好像要用什么神通,给众生的一个招呼。 十方诸佛都是同时发出这咳嗽的声音,这表示交医,又同时来弹指的声音,这表示仁医。 这两种的声音,普遍传到十方的诸佛世界去。 十方世界的大地,同时都有六种振动。 在这十方诸佛的世界中,所有的众生,有天上的天人,天上的龙神,还有叶叉,就是素极鬼。 有甘塔婆,就是在玉帝那儿奏音乐的神,友好斗争的阿修罗,还有加楼罗,就是大鹏金血鸟。 还有锦娜罗,也是玉帝那地方奏音乐的神,他会跳舞的。 他在那地方奏乐,那音乐可比我们人间的好上百千万倍,若一奏,我们人一听那音乐,就都会飞了。 怎么飞呢?都会响如飞飞了,那个响,飞到天上去了。 魔,罗嘎,是大蟒蛇,他怎么做了蟒蛇呢?就因为他前生修行是修行,但是不知戒律,所以就多畜生生了。 还有人和飞人等,借着释迦牟尼佛这种不可思议的神力,他们都看见这个娑婆世界中,有无量无边百千万亿,没有数量那么多的菩提树。 在每一棵堡菩提树下,都有一个狮子座,这个狮子座都有五游寻那么高,在这些狮子座上都有释迦牟尼佛分身诸佛。 又看见释迦牟尼佛和多宝佛共同坐在宝塔里边的狮子座上,他们又见到从地涌出无量无边那么多的菩萨、大菩萨,以及这些个比丘、比丘尼、幽婆色、幽婆依,都是恭恭敬敬地围绕着释迦牟尼佛。 他们在十方世界见到佛这种的神力之后,统统地都生出一种欢喜心,说,啊,我们从来也没有见过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。 在这时候,十方的众生和这一切诸天,都看见释迦牟尼佛在苏婆世界,有一切的菩萨,一切的分身诸佛,又有一切的四众围绕释迦牟尼佛之后。 就在这个时候,这诸天就显大神通了,显什么神通呢?在虚空中就说话了,这天龙八部就给互相传报了,用很大的声音,那个声音好像打雷似的,比那个无线电,收音机,电视的声音都说得更清楚,比那个麦克风还更响,一切众生就都听见了。 说什么呢?现在我告诉你们大家都注意,过无量无边百千万亿阿僧齐那么多的世界,有一个国土,名字叫苏婆。 苏婆,就是堪忍,言其众生真有忍耐性,真可以修着忍辱行了,这么苦,他都受得了。 这些个众生都可以行菩萨道,都是行菩萨道的人,这么苦都能忍得了。 在这个苏婆世界,有一位佛出世,名叫释迦牟尼佛,现在他为无量无数,无边阿僧齐这么多的大菩萨,这么多的大阿罗汉,来演说这实相的大法,大成的妙经。 这大成的妙经,又叫什么名字呢?大成妙法莲华经,成也大,法也妙,这个妙法,就像莲华那么样的美丽,那么样子出于你而不然,在众经之中,他是经中之王。 这一部经典,你知道他是教化哪一类的众生呢?教化这一些个大菩萨的。 你看,我们现在听这个叫菩萨法的大成妙法莲华经,我们虽然没有证的四国阿罗汉,已经是听见这个叫菩萨法了。 这一部经,也是十方诸佛所护念的。 你要是受持读诵这一部妙法莲华经,更为十方诸佛之所护念了。 你得到妙法莲华经这个妙里,把你的智慧也开了,把你的这种愚痴也不知道怎么就没有了。 所以你说这不是佛所护念,是谁令你这样子聪明呢? 就因为你受持读诵妙法莲华经,得到真正的智慧了,得到智慧如海这种的境界了。 这种境界你得到,你说妙不妙。 你们这一切众生,都要发大菩提心,发深般若的心,发大智慧的心,来随喜这种经中的功德。 又应该对着娑婆世界,来礼拜是加谋尼佛,供养是加谋尼佛。 这些众生,听见虚空中这种大的声音,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。 虚空中怎么会说话呢? 不是坐着飞机,在飞机上投用麦克风播音像你说的。 这是虚空就有声音了。 他们这些众生,不是完全都有神通的,菩萨有神通,罗汉有神通,凡夫就没有神通。 但是这个声音,不是单单菩萨听见,罗汉听见,一切的凡夫,一切的众生都听见了。 这一切众生就说,哦,这真是不可思议。 这虚空中告诉我们,娑婆世界有释迦牟尼佛出世。 所以大家和其长来,就都很远地向我们这个堪忍的,苦的世界,就说了。 说什么呢? 这些众生,都在十方世界那儿念那摩释迦牟尼佛。 释迦牟尼佛就是我们的师父,以后有人问谁是你的师父。 你就说释迦牟尼佛,这是没有错的。 他若说你调皮,你就说,你根本就不明白佛法了。 你就可以教化教化他。 他们用种种的花来供养。 你看我们这个世界有多少种花? 有几千万万种,没有数那么多。 一种的菊花,就有几百种不同的样子,其他的花也都是这样子。 所以这种种的花,就用什么花都可以,你不要选择,有花就可以。 又用种种的香,种种的荫木,种种的藩盖来供养。 又有珍宝妙物,都在很遥远的地方,散布于缩婆世界,往释迦牟尼佛这儿散来了。 他们所散布,供养这一切的物品,乃是从十方世界来的。 好像空中那个云,聚集到一起似的,变成一个宝藏,普遍覆盖到缩婆世界,和所有十方世界释迦牟尼佛分身诸佛的上边,和释迦牟尼佛多宝如来的上边。 十方诸天,天龙八部,都用种种的香,华,阴末,翻盖等来供养释迦牟尼佛。 释迦牟尼佛的分身诸佛,和多宝如来这一切诸佛。 就在这个时候,十方无量无边的世界,有何成一个世界?一个世界也是十方的世界,通达无碍。 现在我们在这个世界,就不知道其他世界的情形。 当时释迦牟尼佛说法话经的时候,可就是十方世界都合为一个世界,一个世界和十方世界没有分别,互相都通达了。 没有障碍了,彼此都知道,好像一位佛出现于世的一个国土一样。 好像释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出现于世,那么十方世界和娑婆世界都变成一个世界了。 在这个时候,释迦牟尼佛告诉上行等这些个菩萨。 也可以说佛告诉从地涌出和分身诸佛,所带来这一些个菩萨大众。 佛说,诸佛的神通自在,不可思议这种神力。 好像前边所说那样无量无边,不可思议那么多神通的力量。 假设我以这种的神力,在无量无边百千万亿,那么多阿僧奇节的时间, 我为主妇这一切的众生的缘故,主妇他们流通法华经。 受持,读诵,解说法华经。 我要是详细说这部妙法莲华经的这种功德,虽然在无量无边, 百千万亿阿僧奇节这么长的时间,也没法子可以把这种的功德说得穷尽。 就是总而言之,我总括起来说,佛所有的一切之法,这一切,就包括所有的法都在内了。 以及如来所有的一切自在神力,如来一切密要之葬,就是这部法华经。 这法华经,也就是如来所有的一切法,也就是如来所有的一切自在神力,也就是如来一切密要之葬。 如来所有一切一切的甚深之事,四十多年,从来也没有讲过的这个法,从来也没有人明白的这个法。 现在我都把这部妙法莲华经宣扬出来,宣说出来。 只是给你们,显明地说出来,不像以前那么样子,保留着这种妙法我不说,现在把这个妙法都说给你们听了。 因为这个缘故,所以你们在法会这一些个大众,菩萨,罗汉,比丘,比丘尼,忧婆瑟,忧婆依等,在将来如来如涅槃之后,这个最要紧的,要一心。 我们无论是修行,或是做什么事情,都要一起心,不要有两个心。 你若有两个心,不专一,就没有感应了。 所以我们信佛,也要一心信佛,不要有所怀疑。 我信佛,不知是不是有佛呢? 我信天主教比信佛好一点吧? 或者,信耶稣也差不多吧? 这么样子,有三心二意,你就是做什么也没有功德,也没有成就,所以必须要专一起心。 好像我们现在举行观音期,这可以说是百千万劫难遭遇的一个法。 你不要以为就念那摩观世音菩萨,这是很简单的。 你念一声,就有一声的好处。 在普门品上不是讲,若有众生多于淫欲,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,便得离欲。 若多称慧,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,便得离称。 若多于吃,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,便得离吃。 你看,这种的好处,比什么都大。 你有贪欲,有这种的欲心,心里就不安乐,你怎样才能离欲呢? 就念观世音菩萨。 若你这个人常常都有脾气,常常有无明火。 这无明火就是个老虎神,就像那个老虎的神似的,最厉害不过的。 怎么你这么大无明火呢? 就是因为你前生有罪业,所以你若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,你脾气就没有了。 回到这个经文上,就说大家应该在如来如灭之后,应当专一齐心来受持法华经。 无论是一心读,一心诵,或者一心为人解说,或者一心来书写受持,都要照着法华经上的道理来修行。 是什么道理呢? 法华经那个道理,我说的太多了,所以这个妙不可言的道理,你都忘了。 你看常不清菩萨,见着人就叩头,说,我不敢轻于如等,如等皆当作佛。 他说如等皆当作佛,没有说是我是佛。 他把自己忘了,忘人无我。 所以要一心依照着法华经上所讲的道理来修行。 无论在什么地方,在哪一个国土,假使有人受持,读诵,解说,书写此经,依照法华经的庙里去修行。 什么地方有这部法华经的经典,就是它所在之处。 或者在园中,楼阁内,或者于树林子里边,或者单单就在一棵树下,或者在僧人所住的地方,或者在居室的家里。 白衣,就是居室。 或者在佛殿,或者在深山里,或者在山谷中,或者在旷野。 旷野,就是没有人的地方。 这所有有法华经的地方,都应该造起一座宝塔来供养。 你看见没有,这七宝佛塔这样的庄严,所以然的原因是什么呢? 为什么有妙法莲华经所在之处,要造宝塔来供养? 你应该知道,这个地方就是如来成道的道场。 这个词,不是地方,是妙法莲华经。 十方诸佛,就是从这部妙法莲华,经得的无上正等证据。 十方诸佛也就因为读诵,受持,书写,为人解说这部妙法莲华经,转大法轮呢。 十方诸佛都是在这部妙法莲华经而入涅槃,得道常,乐,果,敬涅槃的四德。 在这个时候,释迦牟尼时尊因为悲心切切,太慈悲了,说。 我这一些个徒弟,不知道他们懂没懂啊。 好了,我再给他们说一说这个意思。 而用很容易明白的寄送,来再把他说一遍。 佛师大慈大悲,救苦救难,所以诸佛的本怀,就是为救度世界一切众生。 诸佛有大神通力,所以他才能救度众生。 如果他没有神通,和一般人一样,那么佛用什么方法来救度众生呢? 佛因为详使令一切众生都得到究竟的快乐,所以才献出没有数量那么多的大威神力。 诸佛所献的广长蛇像,可以到大饭天上。 诸佛的身,又可以放出来无数这么多的色光。 为想求无上佛道的这些众生,佛才献出来这样稀有的事情。 诸佛轻轻地咳了一声,虽然很小的声,但是十方世界一切众生可都听得见。 请开声,就是这么很小的咳了一声。 有的时候,我们坐禅坐的都入定了,或者为那睡着了。 旁边想要叫他开静,就这么做着一个弹指的声,他就醒了,就可以开静了。 这叫弹指声。 弹指这个声音很小的,那个请开声也就这么按的打你个招呼, 叫你赶快醒悟了,不要睡觉了。 佛这个咳声和弹指声,这表示什么呢? 表示叫众生不要睡觉了,不要在醉生梦死,不要总在睡梦中,赶快醒悟了。 这个咳声和弹指的声,能周闻到十方世界每一个国土。 十方世界所有国土的大地,都发生六遍震动,就是震。 猴、鸡、洞、勇,起这六种震动。 在佛灭度之后,因为能受持这部妙法莲华经的缘故,十方的诸佛皆大欢喜,所以就献出无量这么多的神力。 释迦牟尼佛因为要嘱托这一切菩萨,又嘱托这一切的众生。 做什么呢? 要受持此经,读诵此经,解说此经,书写此经,流通此经。 主,是主父,就是吩咐你,叫你去做什么。 累,是劳累。 怎么劳累呢? 好像给你一点工作,做得很疲倦了,这叫劳累。 又好像要请你帮着做一件什么事情,就说,劳发你了,或者辛苦你了,就是你很疲倦了,这么样子。 现在释迦牟尼佛主累,这一切的菩萨和一切的众生,要护持流通这法获经。 因为这缘故,所以赞叹一切受持法获经的这一些个人。 赞叹多长时间呢? 在经过无量无边那么多节的时间,仍然赞叹没有穷尽。 兽持法获经这个人,他的功德是没有编辑,也没有穷尽的时候。 这功德是永远都存在,永远都有的。 像什么呢? 就像十方的虚空一样,找不到这虚空的编辑。 你看那个虚空,什么时候会没有? 什么时候会穷尽呢? 虚空的编辑在什么地方呢? 你找不着。 这虚空是没有编辑的。 这个兽持读诵法获经的功德,也是和那虚空一样。 虚空是什么都没有,可是你若能明白什么也没有。 你就知道什么都有的。 并且现在所谓像虚空,不是说像虚空那么没有。 而是说像虚空那样子没有术,没有编,没有穷尽,这是个比喻。 本来真空里边也有妙游,不过你看不见这个妙游,你就认为是没有。 其实这可是一个真有,不过你不明白。 若能受持,读诵,书写这部法华经的人,那就能见着我是加蒙尼佛的真身了。 也能见到过去灭度的多宝佛,以及见到我的一切分身佛。 又能看见我现在在多宝佛塔中,教化所有的一切诸菩萨。 能受持这部法华经这个人,能使令我和我所分身的诸佛,以及灭度后的多宝佛,一切都生大欢喜心。 十方现在的所有诸佛,和过去的所有诸佛,以及未来的所有诸佛,也能看见,也能供养,也能使令这十方诸佛都生大欢喜。 十方诸佛所做的菩提道场,也会得到诸佛这密药之葬。 这位能受持这部法华经的人,在不久的将来,他也应该得到诸佛密药之葬。 为什么?他读诵法华经,能受持,读诵,为人解说,书写这部妙法莲华经的人,对于佛所说的这一切道理。 好像经中的名相和经上所说的言词,名字,就是名相。 他能得到词无碍变,义无碍变,法无碍变。 乐说无碍变这四种无碍的变才,没有穷尽,好像风在空中一样。 风在空中,你说什么能障碍住他呢?这也是个比喻。 你拿乐说无碍变,就好像风行虚空似的,愿意怎么样,就怎么样子。 愿意向哪一个方向刮,就向哪一个方向刮,一点障碍都没有。 在佛将来灭渡之后,佛所说的一切经典,他都明了,都深入经脏,智慧如海了,明白着每一部经的因缘和次第,随顺经中的毅理。 说的就是实相的道理,好像日月的光明一样,能把所有一切黑暗的地方都照破了。 受持妙法莲华经的人,他在这个世间行道,能把众生心中的黑暗都给灭了,能令众生把鱼吃心都去了。 好像众生本来不明白的,你能令他明白了?众生就是迷迷糊糊的,本来白天,他当着黑天,黑天他当白天了。 白天他躺到床上睡,睡睡睡,等到晚间十二点,就出去各处跑,做夜猫子。 尤其是嬉皮,装能欢喜这样子。 我以前见着很多这样子的,白天不做工,晚间就到街上去跑,不知道他干什么。 这给他起名叫夜猫子可以的。 就像老鼠似的,老鼠白天藏到洞里头不出来,晚间他跑出来了,各处偷东西吃。 你能教化无量的菩萨,令他们发菩萨心,行菩萨道,毕竟就得到成佛了。 因为这个缘故,所以有智慧的人,闻这种的功德,这种的利益。 妙法莲华经这功德,说不能尽,在我释迦牟尼佛入涅槃之后,你们大家都应该受持,读诵这一部经典。 受持妙法莲华经这个人,他决定将来成佛的,一定没有什么疑惑的。